Hello 各位小伙伴们 今天来修一张AMD的显卡 这是一个 迪郎 RX5700XT的显卡 这个型号的显卡说实话在我这修复率真的很低 可能连一半的修复率都没有 不过今天这张卡运气好被我搞定了 看一下卡组说的是什么问题 说是一周 未开机 回来开机后黑屏 风扇不撞 看起来像是不通电呀那供电问题肯定是好修的嘛 95700XT我最怕的就是花瓶 死机或者是卡必要之类的故障 不通电还是好搞的 修之前先来测一下对立组织 8PIN的这边没短路6PIN的看一下 6PIN的组织无穷大 肯定是有问题 按照经验呢 他这个里面应该是有个保险 无穷大测不到组织应该是保险烧了 金手指这边呢 金手指这边也没有短路组织正常 看来是6PIN这边短路了呀 拆开看看 哇这个散热真的好新呢 一点灰尘都没有 这绝对不是矿卡 呦 保保险呢 我靠兄弟们 捡大漏了呀 怎么保险还没了 感觉可能补个保险 这卡就秒杀了呀 这该不是三家给我来了一个惊喜吧 先测一下组织啊 主要呢 是测这个电感的后端 我去短路了 难怪没漏可减啊 还是有短路了 难怪会烧保险 不过没事 短路嘛 继续往下查嘛 他只要不是显存供电烧了 核心供电上随便烧个小MOS管 或者是烧服上面随便烧个小电容 那还不是轻松秒杀 目测了一下没有看到明显烧焦的地方 看一下这些几个对地的组织 显存没短路 没短路就好啊 测了一遍 核心上面几个供电都没有短路啊 好啊 没短路好啊 没短路说明要轻松秒杀了 这个MOS管 露眼 检查了一遍 没看到哪个烧了 像一般烧了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暴息的情况 但是这一张卡仔细检查了一遍 外观都很正常 背面呢 也很OK 背面如果这几个电容烧了的话也会烧保险 但是这个电容看着都还OK了 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 这个位置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啊 这个电阻发黑了 居然 看来这个位置可能曾经经过一点水啊 你看正常的电容引脚是雪白的 这个电容引脚发黑 估计是有净叶吧 引脚发黑 电容腐蚀 估计是这两个MOS管其中有一个击穿了 那怎么快速判断是哪一个呢 小妙子啊 直接撬电杆 把电杆撬起来一个角 然后再来测量看一下 是哪一个MOS管烧了 这两个敲掉之后看吧 这个12伏组织就不短路了 看一下这个12伏连到了哪个电杆前端 这个明显不是 OK 就你了 看来是从下网上 第二个MOS管短路了导致 这个网子击穿了 所以呢他的12伏就和他的输出连着一块 在料板上拆了一颗同型号的MOS管把它换掉 5700XT这个型号的料板我倒是有蛮多个了 换好之后再来上电测量一下 先看一下供电我不OK 哦对 还得把这个电杆给焊回去 电杆不焊回去的话 他的供电也是不会出来的 哦对这个位置还得给他装一颗保险 没有保险的话他12伏也是过不去的 哦对这背面还有两颗腐蚀的联油母电阻 这两个电阻也得给他换掉 不换的话搞得不好有可能还会再烧MOS管的 好现在可以大胆放心的通电了 看一下供电我不OK 核心发烫 核心供电0.9伏没问题 显存有了 0.9伏也有了 1.8伏这些呢自然是不在话下 供电齐全 上机上机 接上供电 按下开关 风扇撞起来 屏幕点亮 秒杀了呀兄弟们 没毛病啊 换个小帽子管换个小保险搞定 跑个分吧 跑一圈卢大师看一下能跑多少 怎么怎么赏了一下黑屏了我操 不是吧 不是吧 风扇停了 重启看看 好吧 兄弟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啊 这个卡还是有问题 他一跑卢大师或者任何高负载就死急了 应该是我换的那个MOS管有问题啊 于是乎呢 我又给他定了 真正的全新的管子 给他换上去 这个定芯片也是一波三折 这个芯片发出来经历了两波疫情 快递都被停在路上 等个芯片等了居然半个月 太不容易了 等个芯片等好久 换掉之后呢 再来跑一遍卢大师看一下 现在呢就可以抛起来了 所以说呢 料板上面的芯片也不能全信啊 兜兜撞撞撞了一大圈 搞了半天的还是换的芯片有问题 看一下跑分 跑分没问题 这个跑分也算正常 好 再来一些其他的测试 跑了一下午的3DMark 也都能正常运行 猫猫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显卡会黑屏了 靠接了一晚上16个小时 没掉链子 很棒 这个新买的芯片就是靠谱 看游戏测试呢 也都OK 这张卡可得测试一点 这张卡可得测试一点 字幕后呢 是